大家好,我是笔墨 今天这节课呢,我们继续讨论偏旁部首它的一个对比联系 也是我们本期课程最后一节关于偏旁的一个对比联系 在这节课之后呢,我们会进阶到一个结构的学习当中 希望大家在练习偏旁的一个同时呢 反复的将前面的课程进行复习 好的,先画小说 我们首先来看今天我们要学的第一类一个乒乓 那就是门字框 这门字框很多朋友不容易写好 觉得非常难写 越简单的笔画 而越大的一些笔画呢 写起来难度越高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它的一个基本写法 点呢,居左上 点居左上 然后左竖呢,要稍微短一点啊 左竖不嫌短,右竖不嫌长 紧接着呢,再来横折 勾 这样呢,去写这个门字框 嗯,我们要稍微注意的一点呢 就是说,关于这个门字框里边 我们在前面讲,嗯 讲一些比如说,踢手旁 木字旁 在讲这些片段的时候 我们就说过这个树啊 凡是树画在左边的时候 可以略微往里边倾倒啊 往字中心倾倒 但是绝对不能往外边倾倒 在这个门字框啊 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门字框里边呢 你看一下,如果我们的一个左点 写了过后 我们的一个左竖写直 在上去写呢 会显得略微呆白一点点的 这还不是特别影响 如果我们这一点写完过后 我们竖往左边去倒 哪怕只倒了一丁点的话 对我们这个门字框影响就大了 可看着我们整个门字框是不是 往左边倒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重点所在 很多人写不好这个门字框 也就是因为这个左竖的位置 把控不好 或者是角度把控不好 在这呢大家要明白 我们的左竖啊 左竖一定要写的略微 靠内啊 靠内往字中心去靠 比如说写一个问题的问 左点啊 左点啊 上边的一个点 左上的一个点啊 点距左上 然后竖写短一点 但是呢 要略微往内靠 再写横折 那这一竖呢 就可以略微长一点点 也要往字里边去靠 好 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把里边内容 不要写个口 就是一个问题的问 啊 这一写高一点点啊 不要写到 刚好写的中间的话 也不是好 特别好看 点 竖 横折 勾 点 我勾 门 这就是我们写这个门字框 它的一个要点 啊 记住 就是左竖和右竖 都要往字里边去靠 啊 不要散开 这样的话 整个门字框 现在才够大气 而且呢 左竖 右竖 一个短 一个长 把他们那个长段 写出来 好 接下来与门字框 比较相似的呢 当然就是 国字框了 对吧 这国字框的话呢 相对于门字框来说 下边 是封丝的 但是只是相对意义上的一个封丝啊 就说多了一个笔画 但实际上呢 我们并不会完全的把它四周封得很严密 比如说先写 左竖 先写 左竖 横 折 勾 啊 然后呢 再写 最后写这一横 就是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框架呢 它被称作国字框 比如说写个因为的音 竖 看 横 折 勾 那这地方呢 稍微露一点点口 对吧 因为的音啊 这连写 那里边的本来是一横 一撇 一点 对吧 我们呢 采用这个动作 一横 戴上去一撇点连写 再在下面 戴在一横 就做了一个连写的动作 比如说困 犯困 竖 写短一点 横 折 钩 横 竖 竖 那 连写 困 道理呢 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往字里边去靠 这里面的竖 而且呢 一边长一边短 那至于说 最下方这个横呢 要注意就是说 字里边啊 这个间距 也是做到一个矩 等分就行了 比如说固 兼固的固 道理呢 都是一样的 而且呢 不要把它封 完全封死啊 不要把它完全封死 竖 横 折 勾 横 竖 固 或者是 图 这就是我们门字框 与这个国字框 他们的一个对比练习 注意 整体呢 再强调一遍 左竖写短一点 右竖写长一点 这两竖呢 都要往中间去靠 再往中间去靠 那整个字形呢 应该是 不是特别方正 偏瘦长一脸 不要写的完全的方方正正的 这样呢 字会看的比较淡板一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目字旁 和目字底 目字旁 凯数当中我们写目字旁 一横 一竖 然后 一撇 一点 好这是我们写凯数的目字旁 那我们写形卡的话 完全不用 这样一笔一画 让去写一个横上去连带一竖 连带一竖 然后呢 一个回折撇的动作 上去减省这个点 按一撇 往上一带 这样呢 就写到一个目字旁 而且起笔呢 要高啊 数的起笔要高 比如说我们写个数0的0 横 然后下笔起笔高一点 但是呢 由于右边还有一数 所以说 我们左边的数呢 都要写的适当的 短一点点 那接过来 右边的数写长一点点 一撇 一那 啊 数0的0 又或者是 全 全贵 横 竖 回折撇 然后 再写一个右 全贵的全 又或者呢 村 村长 横 竖 回折撇 横 竖 够 点 啊 斜抓够 但注意 呃 除了这个 回折撇 它的一个难点呢 啊 就是说撇 回提啊 直接联系右边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在这个 竖 上边 仍然呢 要往内靠 所以说大家就要记住一点了 呃 绝大多数啊 我们的一个规范形态里边 左边的竖画呢 基本上不会往左边去倒 都是要往字里边去靠 你看都要往里边去靠 靠的紧紧的 这样整个字 才是 左右 紧紧的粘合在一起啊 不会出现字 比较松散的这种状态 还有呢 就是说这个木字旁 啊 有必要再给大家提醒一遍 这种木字旁 我们 竖 横 交 竖的一个交点呢 是在横的 靠右侧 看到没有 靠右侧 靠右侧 啊 这是中间吗 中间 稍微靠右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还是要把空间让出来 你看一下 如果我们写0啊 我这一竖写到 靠左 左了 你看这样的话呢 我这边是不是出来就很多 占空间的 对吧 你再往这按 原来的一个地方去写的话 也看着就会很拥挤啊 这还涂出来的 涂出来特别多 所以说呢 一定要靠横画的一个右侧 把这一部分呢 给它藏住 好 这是我们的木字旁 木字旁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木字底 木字底的一个数据方法 啊 就是说你木字旁的话 是在左边木字底的话呢 当然是作为一个底部 它是在下边 啊 在下边的时候 一个长横要写长一点 竖要写短一点 提一个宽扁的一个字弹 因为上面呢 还有一部分 对吧 上面还有一部分 然后呢这两边 撇纳呢 变为左点和右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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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我们写个柴 柴柴火的柴 横 横过来 竖钩 左点右点 柴火的柴 或者写个花朵的朵 花朵的朵 撇 横 折弯 再带过来 一个长痕 然后呢再来 勾左点右点 花朵的朵 我是 梨 梨花的梨 拼撇 横花 注意 竖画叫横花的右侧 要先学现用 当然去 横画 竖画 左点 右点 梨花的梨 梨树的梨 那这呢就是木字底他的一个写法 但这两点呢 仍然是 这个建筑的一个安排 建筑的安排 这是梨花的梨 然后我们来看下一个 偏旁 火字旁 当我们的火作为一个偏旁的时候呢 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 变纳为点 我们火单独在写的时候一点 两点 瘦 瘦 那 对不对 然后我们作为偏旁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两点 然后一个15 皮 那最后呢 变纳为点 比如说写个灯 万家灯火 灯 那这地方 就要注意了 灯 又或是 灿烂的灿 一点 两点 两点 点牵连 然后回家上去 树 撇 再一点 这一树 灿烂的灿 或是烧 烧火的烧 烧菜 这两点呢 不宜 见局不宜大 中间先树 再撇 然后一点 恒 让上去 个勾 带过来 注意这个地方连写 烧 好 再写遍这个烧 注意右边的一个绕法 注意右边 横 上扬 带上去 写 个勾 然后 个勾 本来该写一撇 我们这一撇连接下面一横 一撇 一横 本来撇呢 是这个角度 是往下面的一个弧度 但这地方为了牵连方便和 空间的一个安排 我们直接 往上走 下来带一横 再来带一撇 那如果我这地方 是这样撇下来的话 你再拉回来 你会现在这地方很松散 这地方呢又非常拥挤 所以说呢 我带过来过后 我稍微往上涂 你看两部分空间 就差不多大 道理呢是这样子的 烧 烧菜的烧 这边稍微写大了一点点 重一些 这样呢就比较合适 比较合适 烧 那 火字底 火字底呢 仍然是和上面 木子旁木子底 他们的一个区别 是一样的 因为作为底部的话呢 肯定这个字形上 就要这个片旁 它的一个形状上呢 就要稍微小一点点的 一点 然后一个树 撇 再加 一个那 就稍微短一点点 比如说 写个盐 炎热的盐 炎热的盐 又或者写 烫 一点 两点 调上去 很 一点 两点 树 写扁 写扁一点点 然后呢 再加 再加一个那 再加一个那 烫 或者写灰 但是我们在写灰的时候呢 就要注意了 再注意一点 一点两点上去 过后 一屏 这地方不用再去写那 直接用个反那去替代 用个反那去替代 会显得更加的方便 简洁 那这是我们火字底 他的一个写法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吐字旁 吐字旁顾名思义啊 写在 左边 作为个平旁 受恒呢 一写短一点点 然后 翻笔 往 往上走啊 注意这个动作 往上去写一竖 写一竖过后呢 顺势连写 看往下边带一下 顺势连写这个题话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吐字旁也称 体土旁 体土旁 整体呢 本身以小 而且呢 要在左边靠上的一个位置 左边靠上的一个位置 比如说我们写个D 横 竖 体画上去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连写 横折勾 写一竖 再写横 再写竖 竖弯勾 这是一个D字 当然要注意这个竖画的一个 间距 均等的问题 或者写个坑 横 竖 竖 点 横 然后竖片 横 折 勾 横 折 弯 勾 坑 一会儿写垮 啊 踢土旁 写慢一点 再写快 那 注意看这个间距 间距 我们就依靠这个间距 再来这个间距 右边呢 稍微伸长一点点 稍微伸长一点 左伸啊 左缩又伸 又伸展 方向灵活 快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土字底 当 土字啊 在底部的时候除了它的宽扁 我们还可以怎么呢 改变它的一个笔顺 改变它的一个笔顺 来达到快速书写的目的 像刚我们在写 提土旁的时候 仍然是采用的一个常规的笔顺 对吧 采用常规的笔顺 我们这时候 一横 一竖 再一提 那我们再写土字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们可以先写一竖 对不对 然后再写一横 再一横过来 也改变它的笔顺 达到便捷书写的目的 达到便捷书写的目的 所以我们来看圣人的圣 达到便捷书写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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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我们土字底 当然我们在写王字的时候 对吧 虽然说它王是独体字 但是呢 仍然可以采用 土现底它的一个写法 王字 欲字 又或者是像我们上节课收到的一个宝字 对吧 下面一个欲 宝字 又或者是网 这就是我们土字底的一个写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月 我们单独在写一个月字的时候 要注意这一撇开 横折勾 整体呢要瘦长 然后一横两横 间距的一个分割 间距的分割 但是呢 我们再把它写成月字旁的时候 就要注意整个 嗯 形状呢 以更加的窄 更加的长 瘦长 而且这个皮呢 改成树皮过后 不用 不用出风 我们写到这就完了 更加的瘦一点点 看更加的瘦了 对不对 那戴上的话 我们连这个两横 都可以采用个连写的一个姿态 采用连写的一个姿态 比如写个 肘 肘子 肘 肌 手肘 或者是个内脏 又或者是肠 我是明月的明 大家注意 刚刚说了 我们现在写图字旁的时候就说了 我们形小的这些偏旁呢 呃 在左边的一把呢 写的左上 稍微往上靠一点 看它的整个字 整个字 左上 左上部 保证上部平气 这就是它的一个要点 当然它其他的和我们单独在写这个月的时候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包括一个线条的前列 你看一个写着够一点两点 这个到我们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点 都是前面讲过的内容 但做一个月字底的时候呢 除了它写法上呃 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之外呢 它的撇画会改成一个树画来写 比如说写个青 天的青 然后月字底 在下边 比如说写个青 注意遗痕 遗数 遗痕 遗痕 带过来 你看这个 这地方 这地方 一撇啊 改成了一树 或者是圣 一树啊 一树就直接下来 回回上去 然后呢 再来 一个勾带上去 两连横呢 也把它写的尽量的小一点点 尽量的小一点点 或者啃 肯定的啃 这一树下来 带上去 这 勾上去 带下来 肯定的啃 再玩 做一个 对比练习 一批 这张写的 非常的 瘦 长 对不对 非常的 瘦 把右边写小了 从一起 右边写的稍微大一点 好看一点 好 然后呢 它作为底部的时候 注意 这一树下来 因为它并没有去写出一种撇的感觉 好 这是这个月字旁和月字底 它的一个竖写要点 接下来我们来看 三字旁和三字底 首先我们来看看三字旁 和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它本身呢 形小 所以说呢 要居左上 一树 一树下来 然后树折戴上去 有点类似 用不些很勾一样 我下面算是一带 这个角度 要注意一下 再写一遍 一树 然后 树折戴上去 我会一带 比如说写个一粒的一 写个一粒的一 一树 树折 我会一带 一粒 好 我们再来看下边 零 树 树折 回带 撇画 反那 零 又或是 重山眷零 蓝亭序 上面小曲折的一个替代 好 这边 拉回来 直线级 从山峻零 大家注意 再说一遍 通过这个峻子 再说一遍 整个树 写 左上 举 左上 然后呢 树折 折上去 不要折太多 这是个等举的一个问题 然后上面 小曲折的一个书写 连接下边一点 两点 然后我会再写一撇 但这个皮呢 角度 角度 包括它的弧度 不宜过大 然后呢 我们再写这个 树皮 树皮 我们这地方就不用反那了 而用一个正那 一个斜那 对不对 下来 均匀 那当然 山字头的话呢 就不一样了 山字头 山字头在上 整体呢 已写的 不像刚刚写的 瘦长的 而呢 整体呢 已写的 更宽一点点 更扁一点点 这呢 是山字头的一个写法 因为它在上边 比如说我们写个 碎 注意这个 等据的一个问题 等据的一个问题 数 我回忆带 C 又或者是7 或者是岩石的岩 岩石的岩 和岸的岸 等等啊 都形式呢 比较宽别 因为呢 它是在字的一个头 头上啊 距一个字的上边 所以说 这地方 好 当然在这个 和岸的岸顺便给大家说一下 这两竖是要错开的 不要写到一起去 道理呢 和我们 在上节课 说到的那个G 啊 狮子头 说那个G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说这个G的 小股啊 不是这一竖啊 不是G中的 是要靠右一点点 撑起右边 撑起右边 方向稳固 包括以前我们写的那个在字 一个在左 一个在右 一个在右 这个岸的道理呢 也是一样的 啊 你看 虽然说三字头 我们G中啊 无可厚非 无可厚非 但是 我们接下来 这一横 一撇 啊 我们左边起来直升了 我们右边也要直升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横 两横 因为我们再直升起右边 这样的话呢 整个字会显得更加的稳固 而且在中间的话呢 就没有这种效果 这呢 就是一个小细节 啊 大家注意 好了 这个偏旁的一个写法 包括它的一个用法呢 在通过这两节课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 详细的 演示 希望大家就是说 下去呢 反复的观看视频 再去熟悉一下 呃 从 下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 为大家讲解这个解体 一系列的问题 好了 这节课呢 就到这儿 那边 就是一个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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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this is inauds andין you say well